快乐分享简单煮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买了1000克的嫩纸姜 准备给大家分享糖醋腌纸姜的做法 把清洗干净的纸姜 先放一旁晾干 准备一个大一点的锅 倒进600毫升的白醋 然后加入900克的冰糖 冰糖最好用老冰糖 做出来的产品在口味上会比用其他的糖好得多 接着开最小的火把冰糖煮至融化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处理一下纸姜 什么时候的纸姜最好吃 就是端午节之后中秋节之前 纸姜中的纸芽我们是不要的 第一步当然是把纸芽切除 纸姜的皮如果没有什么时间的朋友 也可以不刮 刮出来纸姜的皮也不要丢掉 用来泡脚也是非常不错 全部刮干净之后 把个头大的纸姜分成小部分 纸姜要竖着切 如果横着切的话会吃到很多渣 把纸姜切成2-3毫米的薄片 泡出来的成品口感和外观上会更加好 全部切好之后 放进一个有孔的容器中 加入大半勺的盐 用手稍微的把它抓拌一下 然后在下面放一个盆子 把纸姜先抖一下 能把盐均匀的裹住纸姜 接着放到盆子上 放置15-30分钟 让纸姜出水 当冰糖差不多融化的时候 就可以关火了 半小时之后 我们的纸姜已经出了很多水 这一步的目的就是去除纸姜 大部分的辣味 然后用厨房纸 把纸姜剩余的水分吸干 随后把纸姜放进消毒锅的容器中 纸姜不需要压紧实 这时候我们的糖醋水已经放凉了 把糖醋水倒进罐里 糖醋水把纸姜淹没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密封保存 最好放冰箱 谁吃谁拿 如果赶时间的 一两天就可以吃 浸泡最佳时间是10天 这个糖醋腌纸姜 特别适合夏天 可以作为餐前 开胃小吃 当然也可以用来炒菜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 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